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Rocky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将进入 Web开发基础片的学习 那么在本篇学习中 我们将重点介绍 Web开发中 Web页面元素的组成和编写过程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Web是什么 那么Web顾名思义 我们把它称之为网页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比较有名的一些公司的网页 它们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很显然 大家都经常会浏览网页 那么首先 这个是我们百度的首页 然后这个是我们淘宝 也是我们阿里巴巴的公司的 然后这是我们QQ的首页 也是我们腾讯公司的首页 那么所以说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比较出名的 比如说BAT BAT这三家公司的网页 那么这些网页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比较靓丽 或者是比较很酷炫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 它对于我们开发人员来说 我们是不是更关心的是 它是如何呈现给用户的呢 好 下面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浏览器 就是我们的CRAM浏览器 那么如果还没有安装的同学 也不用担心 你们在后面 可以在课后安装下来 或者是用你们现在已有的浏览器 也能达到我下面要演示的效果 首先我们在网页的任意位置上 点我们的右键 我们会看到最后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显示网页原代码 一个叫检查 那么显示网页原代码 代表的就是我们去查看 网页量力的外衣的内部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部分 而检查是把我们量力外衣内部的原代码 更好的用一种更方便的 结构化的形式展现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原代码 好 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 比如我们找腾讯的 腾讯的 好 腾讯我们显示网页原代码 好 大家大家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什么 很多很多的什么字符出现了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些字符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些页面的一个什么 内部的一个组成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的腾讯首页 对吧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网页的一些什么 那个首页的一个标题 对吧 所以说这些页面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码 那么这个代码通过一定的规律 组织成一些什么 一些符号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经过一定的什么叫做渲染 然后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样子 好 那么这种样子 我们这种代码对于我们现在来看 还是比较模糊 那么我们学习Web开发 其实就是在学习这些代码之间的什么 规律 当我们把这些规律 婉转的比较好的过后 那么我们也会非常轻松的开发出这样的网站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种页面 它究竟是由什么样的结构化的东西来构成 让我们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 那下面我们用Crime浏览器 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工具 就是检查 好 首先我们点到检查这个按钮 过后大家会看到 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就会有底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个什么标签 但这个我们再往上拉一些 好 那么这些界面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三角形 你看我当我点开 有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 是我们网页的一个什么 一个各个的组成部分 那么比如说我们打开淘宝一样的 点击检查 点击检查 所以你会看到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按钮的 那么当我们把它收起来过后 其实主要的格式就是什么 有两块 对吧 一个是叫Hard 一个叫Body 好 那么我们下面给这个网页做做手术 动动手脚 我们把其中的这个Hard 咱们把它删掉 所以这个浏览器有个好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手脚 好 我们点击什么呢 右键 在这个地方Hard中点击右键 在右键中有一个删除元素 如果你安装的是中文版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是英文 因为这个部分是由于我们Google 在汉化的过程中 这个部分是没有汉化的 所以说你这不管是你安装什么版本 这个地方一定是英文 那么删除元素就这么一个按钮 好 我们点击它过后 我们关注上面的页面会变成什么样 好 大家来观察一下 点击删除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非常漂亮的页面 已经发生了字的改变 也就变成了一种什么 大家看看 是一种什么 有图片 有很多很多的什么这种文字 而且像一列一列的感觉 对吧 一列一列的感觉 就基本上大家看 几乎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纯粹的垂直方向的一些什么 数据的一个展示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看腾讯 腾讯 好 我们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号的删掉 删掉 好 大家看 好 大家看到 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腾讯网的 所有的效果都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刚刚看到的什么图片 军事 那是不是全部变成了一行一行的什么 而且是一列一列的展现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把HUD删掉过后 其实这就是我们网页的一个什么 内容主体 就相当于我们买了房子过后 我们房子本身的一个构造 但是房子买完之后 其实很难看 对不对 然后最终我们通过一定的美化 装修加工过后 是不是就会变成很漂亮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怎么装修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刷新网站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HUD 是不是重新的被刷新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网页本身是在我们的腾讯的公司的服务器上 对不对 我们同样的能够刷出来 那么刷出来过后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的HUD中 就含有了什么 我们很多的一些什么 就是我们的装修材料 当然我们把这些装修材料 和我们的内容主体 经过一定的什么 变化过后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了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什么 界面效果 对吧 好 所以说总的来说 Web是什么呢 Web是我们的什么 有规律的一些什么 文字的一种组合 那么这种文字呢 它其实包含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内容主体 就是把我们的内容呈现出来 但是呢 它不可能很丑 对不对 但是呢 把我们的所要展现的信息量展现出来 比如有什么图片 有新闻 对不对 把这样的字符展现给用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叫内容 内容呢 在内容中呢 我们还会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叫HTML 这个呢是我们后面会随之而进行学习的 那么这个就是HTML文件 也叫我们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个内容有了过后呢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 如果光有内容 我们的网站是非常非常的丑陋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内容基础上 进行一定的什么 加工 加工什么呢 就是装修 装修出更漂亮 比如说颜色 文字 等等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在用我们的 我们Crime浏览器中有这么一个选项 大家看到在最底下这个地方有一个箭头 有个箭头 这个箭头呢 我们现在随便的去 比如还是用腾讯这个网站 我们随便点到一个什么 比如说像财经这个地方 你看点到 我随便点进去 好 点进去过后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下面呢 我们会看到这底下有两栏 对吧 一面是左边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元素的东西 对吧 同时右边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装修材料 那这个装修材料中呢 我们现在先不用去关心 这个装修材料中的这些字符 是什么回事 那么这个是我们后面本身就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看啊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单词 叫color 就颜色 颜色单词 那下面呢 大家看啊 我这边 把这个地方改动过后 我们看看我们上面的这个部分 刚刚我点的财经这个部分啊 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把这个第一个f啊 删掉 就是看ff0 对吧 ff 然后删一个0 好 大家看 现在是变成了一个黄色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相当于我家里的内容啊 同样的内容 都叫财经这个内容 但是呢 我把它粉刷的什么 颜色改变了 对吧 叫做ff0了 然后我又改一个 比如说我叫ff00 好 你看是变成红色了 对不对 我甚至也可以改成另外一个字 另外的字叫ff对吧 我改成0滴滴了 好 那么滴滴一样的 你看会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 对不对 然后我们比如说改成ff 是不是 一样的会变成一种什么 一种相当于有点偏蓝色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种形式是什么 也就是这种在我们装修材料中 进行一定的什么 手脚变化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刚刚我们看到的web中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做样式 就是相当我们装修的软装 硬装对吧 刷的墙面的颜色啊 样式啊 文字大小啊 等等 对不对 样式 那么这种样式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CSS 那么当然这些呢 内容样式中的这些英文单词的缩写 都有它的代表意义 那么这种样式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CSS 好 同样呢 我们网页中呢 还会有一个现象 就大家比如说 我们点到这百度这啊 百度这呢 我们看 看到有一个搜索框 对吧 搜索框 当我比如说 我敲一个单词叫成都啊 成都 比如说成都 好 大家会发现 我敲成都过后 这个页面是不是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同时改变过后呢 也会发现 你看是不是会收很多很多这种 这种不同的文字 对不对 不同的文字 那如果我收北京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会有北京的一些什么 其他的一些提示 对不对 而大家可以知道 像这种提示 很显然是不是应该什么呢 是不是不同时期 不同的地点 都会有什么 不同的数据的改变 对不对 就是 所以这种数据的内容变化呢 就可能我们会发现 并不是我们网页 单纯的 纯粹的内容写进去 也不是纯粹样式的改变 对不对 而是另外一种什么 就是网页动作之间的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鼠标的点击 鼠标的滑动 然后时间到达过后的一个触发 那这种事情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网页的动 前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静态的 但是呢 还差一些动辄东西 那么这种动呢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JavaScript 那也说其实网页的构成 就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 由我们的内容和样式 来构成我们的静态东西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动作的JavaScript 那么这样一种程序员 来帮我们完成一些什么 网站的一些什么 可跟用户的一些交互性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在整个学习Web 页面开发中 那么我们其实围绕的 就是这三个元素的一个学习